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庄 看咱们这院里 现在好像是大通车站一大半啊 现在有大通V80,V90,V80短轴 那边是长轴 然后这边是大通V90,长轴高顶 哎呦天哪 现在大通车都这么火吗 反正咱们这个院里最火的也就是大通顿福特 是经常来的车呀 看看他们整得怎么样了 董叔叔这台黑色大通V90 不错嘛 这个门板都已经封上了 上面的盖也整得差不多了 非常的漂亮 这个是能当桌板的 哎呀,可以啊 可以吗 太行了 这是不浪费一点点的利用价值 这个小抠手挺好看的 对,这也是方车专用的 这是带锁的吗 啊,这这一抠 完了之后这锁就开了 完了往下一放 就是一个桌板 看里头 是这样的 好像要固定那块板的 我看你那边大 我说你那边大 你说固定一块板还这么费劲呢 不是说拿一块板就能随随便便 快快往上压就完事了 还是得两个人比划着来 然后看两个缝都对面对齐啥的 好像还得拼上面这个纹路 把那纹对上才能好看 太费劲了 值得是吧 大伙,之前听你们说 说周末要做一个小棍坐了吗 这个车的吗 对呀 等叔叔的车吗 当然了 看看它有什么效果 啊,不错的嘛 那我不看见它了吗 里面还有抽屉什么的 还有扣手 是吗 这锁怎么歪了呢 哇塞 不错的嘛 这个空间好大呀 这里边 这里边放冰箱呢 这个冰箱 冰箱的四层冰箱在这 这个冰箱放在这里面 对,然后它能上方盖 但不能完全翻开 拿放东西没问题 这个位置是两个储物的扣手 你别小看这么一个小边棍 能放老多东西了 这个还是比较合理 对 这个车就有两张大床 一米五乘一米八七的一张大床 然后还有一个对卡座 变床 最快的是一米二乘 多少来的 乘一米八七 一米八五 两张双人大床 所以说如果说两代人 一起出去玩 或者带着小朋友 一家四口都可以 对呀 你看这是啥意思 这是那个到时候 会有一个拓展板 拓展板卡在这 对,要弹在这块 哇,可以的 这是个小抽奖吗 对 哇塞 就根据这个冰箱上面的空间 太周全了 然后做了一个小抽屉 感觉功能很齐全的嘛 你看也有那种 带扣手那个棍的 是不是 对呀 也有这样的抽屉了 然后底下也有放冰箱的地方了 对呀 然后还有额头棍的 这个后面还有吊棍呢 还有吊棍呢 吊圈的吊棍呢 哇 那储物空间也是相当的大了 这个 反正是阿姨和董叔 他可能没决定太好 完了大部分交给咱们 然后咱们一边设计一边改 对 今天我跟董叔探讨那个床 拓展 拓展个50厘米的这个翻板 我俩探讨的时候 研究了两套方案 一个是活的板 一个是周板 一旦是一个折叠的板 往这边折叠呢 它就会占用一部分储物空间 这个拿东西就特别麻烦 你必须把船板打开 才能拿东西 对呀 但是活板呢 听起来好像说 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呢 没有这个折叠的复杂呢 也挺复杂 没有折叠的高端呢 实际上不是 活板要比这个折叠 这个好很多很多 所以说最后我们决定 用活板来 但是做完 活板也是个带折叠的 然后还有一根凉 到处大家看吧 听起来很复杂的嘛 对也挺复杂 说实话也挺复杂 我发现这董叔车里 还有两个超大储物空间 什么呀 就是这个座椅底下 座椅底下不行 有一个地方是要放电视 那另一个地方呢 另一个地方是超大储物空间 是不是啊 这个V90常驻高端这个车 我是真喜欢 空间是真大呀 而且它这个AT自动挡 像是这个车的减震 和这个各方面的做工 都非常好 对都可以 但是你们网友朋友们 大家伙啊 要是不喜欢大通这个品牌 那就没办法 这永远是分成两派 一派是福特的粉 一派是大通的粉 是不是啊 我是站在中立这个角度的 对 然后客观的分析这些车 不偏不像 对啊 福特当然是好啊 福特你一点毛病挑出来 对啊 你就拿新权顺来说吧 旁边就有台新权顺 这车一点问题没有啊 你包括变速箱 发动机啊 开起来 各画面 都没毛病 但它贵啊 它也不算太贵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空间小 车内比较窄 嗯 是吧 那咱们说V348那个车 又是新时代普照 是不是 那你就各方面都完美了 但是它底盘要高一点 然后 然后它的价钱又贵一点 是不是啊 所以说大家就各方面衡量一下 自己适合哪个 就是哪 对 我是站在中立的角度 我不是大通的铁粉 今天不是了 咋的了呢 因为我站在中立了吗 哈哈 站在这两个车中间了 是吧 哈哈 花感花感到这了 大通和福特 对 对 还有图亚诺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